我们很高兴分享一些使用AdSense 让你网站提高收益的技巧和建议。 在没有AdSense 广告的网页上新增广告单元或广告数量提高至每页三个。 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发布商提高了收入。 在网页上添加新广告时,一定要结合网站上内容的丰富程度,考虑广告尺寸和广告展示位置。 谈到广告尺寸,我们建议添加效果最好的广告单元,例如300x250中矩形,728x90横幅,或者160x600宽幅摩天大楼。 在选择新广告单元的位置时,务必要遵守网站站长指南。 切记,网站关注的始终应该是尽可能为用户提供最佳体验,广告应该与网站内容相得一张。 一定要合理控制内容与广告的比例,无论广告是来自AdSense还是其他来源,只有创建内容丰富而实用的网站才能保证长期的收益增长。 制作内容时,请勿直接复制其他网站的内容,自动生成内容,或者改写其他公开发布的内容。 还要考虑网站的结构和设计,尽量确保导航既简单又直观。 你可以将广告直接整合到网站上的高流量区域,如在显而易见的位置或在文章的周围。 当决定在网页或网站上放置广告单元的具体位置时,一定要慎重考虑。 紧记,成功的关键是在高质量内容的旁边展示密切相关的广告。 如需更多AdSense技巧,敬请查阅我们提供的各种资源。